機車騎士行使在高雄鳳山道路 監視器拍下後座女乘客 右手環抱一個嬰兒 一雙小腳懸空TRT活蹦亂跳 隨著機車在車陣中穿梭 看得其他用路人心驚膽跳 應該是背在中間吧 他們兩個人的中間 這樣有兩個人把他擋起來 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萬一父母一個中心不穩 或者是旁邊有車過去 小朋友有可能會就掉下來 乍看監視器畫面 小嬰兒除了被女子單手環抱 疑似沒有其他的安全措施 大號如果太大 這樣子加進去 他裡面的空間就要變小 警方檢視畫面 包括單手抱嬰 嬰孩未戴安全帽 紅燈右轉和轉彎 未打方向燈等違規 至少能開四張罰單 警方提醒騎機車或開車 帶嬰兒外出都得特別小心安全防護 而在台南東區街頭 有民眾直擊 媽媽騎車載著女兒上學 後座女童睡歪 上半身傾斜 快要接近90度直角 看著後方駕駛捏拔冷汗 3D新聞連貫之王少宇 翁玉文高雄台南採訪報導